在跑南最新一期中,不仅邀请来了好几位足球界的大佬,而且也邀请来了杨幂、张云龙还有渡江这三位嘉宾。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,张云龙是杨幂的公司旗下的人,而这次杨幂带着张云龙来到跑南,肯定是有目的的。 没错,杨幂这次是想来宣传自己即将上映的新作品《扶摇皇后》。 杨幂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综艺节目了,所以这次她现身于跑南中,自然而然是引起很多吃瓜群众的围观,只不过她这次来到节目中,不仅没有圈粉,反而是招了不少的黑,不管是在跟陈赫玩游戏的时候,一味的把问题推给陈赫,一或是她把节目组为她准备的毛巾当成踩脚步。 在节目中有一个游戏环节是需要落水的,而节目组也非常的贴心,为了担心嘉宾身体湿了然后不舒服,所以刻意为每个人都准备了一条毛巾。 可杨幂拿到毛巾后,从身上简单擦了几下之后,然后就将毛巾扔到地上当踩脚步了,而杨幂的这个举动也引起了争议。 有的网友认为杨幂太没有素质了,有的网友则认为是地上太滑了,所以杨幂想用毛巾将地上的水擦干,防止别人摔倒。 不过杨幂将水将毛巾扔在地上后,这时郑凯刚好从水里出来了,我们可以看到郑凯在擦完身体后,一直都是把毛巾放在手里,而没有扔在地上当踩脚步。 郑凯的做法跟杨幂的做法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更是有网友认为,细节见人品,确实,杨幂作为一个公众人物,作为一个大明星大老板,然而却把干净的毛巾扔在地上踩踩脚步,这种行为确实是不太好的,你们觉得呢?